金融疫情未趋緩 各校都傳出學生確診 或者停課消息 由於染疫的失聲人數快速增加 校內行政工作量大 教師會理事長顧翠琴 在臉書上發文 肯定是否混成教學的實施成效 但因為老師太累了 需要喘息 而金融市議員張元祥 隨後發文 力挺基層老師 學生的家長很多的反應 因為疫情越來越嚴重 班級上面很多的學生 陸陸續續傳出有 確診 確診之後 孩子們就希望能夠 在家裡能夠來做 線上上課 但是現在這個制度 讓家長也會猶豫 因為確實有部分家長無法 在家裡照顧 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夠 比照現在台灣多半的縣市 給個正確唯一的政策 線上上課 但無法照顧的學校還是提供 到學校來做 幫忙照顧的這樣的上課的動作 那第二個是 就教職員來講 確實以學校的教職員 同時要準備 兩種的工作方式 一個是線上 一個是實體 對教職員的負荷非常的大 那教職員反映出的聲音 相信在全台灣各個教職員 不只是基隆 都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趕緊調整 穩重視的調整這個政策 市議員張兵祥建議 希望教育處調整政策 讓家長不用疲於奔命 而家長也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因為我覺得小孩其實去學校上課 家長都會擔心 你說不擔心是騙人的嘛 那擔心至於我們又無能為力 那政府的政策又不明定 學校又沒辦法 學校整個政府政策走 所以他們也很為難 我們家長也很為難 那學生又沒有打疫苗 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我們只能這樣去學校 所以在疫情高峰期 我覺得兩個禮拜停課是必要的 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在學校 學習就算了 還是一種社交 對啊 如果長期都是在家裡 用電腦去看的話 不太能管得到 其實 雙心家庭的話 雙心家庭的話 小朋友沒有人照顧的話 他又要考慮到工作 又要考慮到小朋友 所以會覺得蠻煩躁的 以學生上課來講 我家裡就有一位小朋友 他是在台北的學生 那台北停課 那我家裡另外一個小朋友 在基隆的學生 他基隆就沒有停課 那選擇到校上課 那這樣子對整個 我們在家庭上面 不管要接送上課也好 或者是學校要安排作業也好 或者是我們家庭的生活 包括吃飯的時間 我們都要很多重的考慮 市議員張英祥表示 北北基是一個生活圈 建議市政府 要滾動式檢討各項防疫政策 同時建立平台聽取基層的聲音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好, 走 好, 走 好, 走